1860年 39岁的蒋毕丹圣明利遇害职业 埋葬在亚沙流白雪成仙的地方 1869年 再由蒋毕丹叶亚来 把去了头路的遗体掘出 用木刻手机配上 并在原地立了碑 再护送回马路甲圣宫的岳家安葬 而在清谷庙的圣明利墓碑 传说是先师爷向农民显明之后 才一方在庙内 以示威灵显赫 圣明利的墓地 曾经三次清葬 最后一次在1984年 当时在马六角五级士木阁的墓地 因为政府建路 米莎几乎把坟墓给掩盖了 世毛月相思思业庙的理事们知道后 便和圣明利的赠孙 以及吉隆坡相思思业庙的理事商量 决定把脚壁丹圣明利的遗害 再牵葬到雪兰儿世毛业华人一身 据说 处土的遗骨真的没有头 真符合了圣明利 被敌人砍掉头路的说法 最后有着风水落去看一看 看中什么呢 一只山了 就整个人的推广 出来一刻扳来 风水落去做个态度 做个态度 还有风水做完思思情 多数个村民帮手出多少人 因为我们的城市是一样的 我们就从百年了 从百年了 既然有很多机会 拿过来 那就可以装卖 以后 我们的责任都可以移民 所以我们的地方 这些时候 我们的楼梯做 锡坑的 锡坑的房间 大家会带来 这些时候 我们的城市 也会带来 有些空的地方 我们的城市 也会择押 然后我们的城市 也会择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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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城市 贾比丹圣明利 辗转千丈的 世毛月益山 和他相关的 鲜色十野庙 确实的建议免分 据说是1880年 新天了牌楼的 这一所庙宇 是镇上唯一的公庙 它曾在六十年代 扩建 理事众多 义务帮忙庙务 和管理益山 平日信众 除了烧香膜拜 有病痛者 还会来求药签 这庙有条的药签 有些人不听得了 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们做了中国诗诗诗 很多人说 有些人在《六十年》 他们在《六十年》 他们都在《六十年》 在《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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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六十年》 他们在《六十年》 你这个 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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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土豆 加上土豆的药签 加上土豆的药签 加上土豆豆 100% 据说以前的矿工 教工都会来求药签 求钱后 就拿着药方到附近中药行 说药吃 通常一般人求的药权是三张为准 所以如果三张里面有两张是怎样解的 他们就必须再求多一张 就是变了四张 所以四张里面就两张有药有讲解 两张只是讲解罢了 所以这两张讲解的一边是讲解 一边是药一边讲解一边药 一边拿讲解一边药 而且它的分量不多 中药也没有付作用 所以一般上就聊一下很好 他们很多人愿意到那个CMA去求全 尤其是上一代的人更喜欢求全 一般上药前的第一句是药方 第二句是服用方法 第三至第四句 则是勉励的话或者是解说 性能付了药感觉有效后 就必须把药方给化掉 则去剩下一个 所以,其中一呢,其中一麽賣一點鹽鹽來爆,爆色的鹽鹽呢,第一年都不太好,結果,阿公肯定了,是很厲害的。 白鮮那一隻鹽啦,這就是白鮮那一隻鹽啦。 有什麼說白鮮那一隻鹽,我就說這隻鹽。 離世茅越不遠的嘉穎,另有一間,漸約1898年的師爺工。 嘉穎的開發,原野採西,三次師爺,仿如社區上的守護水。 妙宇的香火,據說,圓著附近一個開採西礦的小鎮,叫羅谷。 這個香火呢,就被那一邊的居民呢,請過去,從千古廟的那邊,請到儒谷,嘉穎這邊的儒谷。 那個時候是大概一八七五年左右。 在那邊,一個小廟,過後,到嘉穎,嘉穎這個市爭呢,過後,開始有這個小鎮。 所以那邊比嘉穎還要長。 過後呢,那邊,西礦開始少了,沒了。 他們才請他的香火呢,過來嘉穎。 所以,嘉穎這邊的廟呢,其實是香火源自那個爐谷。 河流,是早期偏前落腳的地方,也是當年的交通廟島。 當時,嘉穎的華人多以采礦為生。 他們利用河流來運輸西米,買賣戶物等。 廟前這條河流,通往烏龍冷月,下至巴生。 根據我們的前輩講,這邊是爺廟的前面,有一個碼頭。 有一個碼頭。 當時呢,水路是其中一個主要的一個交通的一個要道。 運輸啊,甚至上下都是有船。 很豐富的西米啊,中國人來的這些,我們的這些貴客啊。 看到這邊地方啊,有西米豪彩啊。 然後那時候呢,中國來往沒有這條公路的。 靠這條河流。 這條河流的運輸了。 所以我們這邊靠近河邊。 這條河流。 這一座沙野宮相對果酷,要不是二戰時期從兵炸毀。 眼前所見的歷史文物,應該不止於此。 如這一台同志的大香爐,據說是另一位大礦家陸佑所奉。 還有這一幅刻繪著生動的神話人物故事。 巨大的木雕土神點崩。 陸佑是另一位將先四師爺相伙, 廣傳到其他地區的大礦家。 越西礦母共存榮的陸佑, 獨信神靈慕有之餘,也不忘回饋社會。 在各處礦區,救災見面,缺陷了許多的錢。 賈彼丹葉樣來,集中在寂寞發展。 陸佑更足偏各地,發揮了他大礦家的慷慨循環。 先四師爺,因生前英明神武, 未公妄私,甚至犧牲的信念。 偉大的精神,隱灰人心。 賈彼丹葉樣來,知恩土豹, 強調忠勇仁義。 在後人的追憶中,他們是神,也是人。 存在了人們的希望,造就了歷史的意義。 我們自己試看的時候,就有這個天使人料。 有些天使人料,大法供, 所謂的都見過神,本聖神。 本聖神。 在馬來西亞人,都知道,你永遠感人。 先人五舟,先米蘭舟, 爸爸馬阿波, 都說全部都有, 法郎舟都有。 我們說雄神, 就是佛聖聖人,以前是講一堂。 這本地的人被奉為神, 有他的特殊性, 和他的歷史人員,和整個社會的關係。 假如要代代相存下去, 最好未有一些人懂得文壁的記載書寫, 好像時不時出本特刊, 就是呈現其後, 呈現以前的歷史, 交給後面的人。 如果傳不下去的話, 也對不起上一輩了。 如果下一輩的話, 他也沒有繼續, 或者保留什麼的話, 就好像是, 把這個歷史啊, 把我們這個所謂的, 所敬仰的神明什麼之類, 忘了。 我會說過, 我會想說, 我會說過一句, 我會想說他也會做過。 所以你會想說他也會想說我們 好幾天, 我會想說他也會想說不定。 我會想說他也會想說他也會想說。 我做事的時候 我就來收票 來收票 去收票 我們出來做成年 每一年時間都做成年三色脈 是說年成 年三色脈 是這半年 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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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成大學的收票 因為我們 保養我們出門 祝我們祝福聖居神經濟 祝我們所有的清潔 保養我們無可淫屍的無仔無人 保養我們工作 輸入一輪 祝我們喬拜見 明升的心願如此平凡 不過風衣主食 華人先輩卻為了生存 比无损资的英勇无据 兴旺的这片土地 也付出了无比的代价 甲必丹圣明力 钟鼎或叶子有什么功德 甲必丹地亚来 有什么功劳 华人有什么贡献 作为历史之政务和文化的实体 人们仰望 在看仙色十叶庙的柱柱小火 屡屡为青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经许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